2024年的3月15日,墨河开春失败,又回到了冬天 这是昨天晚上下的雪 一旦下了雪,等于墨河就吹响了扫雪的浩天 现在是 早晨的六点半 我爸跟陈叔又开始扫雪了 陈叔是一边扫一边说 这鬼天气 他把雪化干就下了一场 这两位老人家特别勤劳 只要下了雪 他们就会马上出来扫雪 我爸然后把车打着挪走 就把雪全部扫干净 我爸以为大一只 我爸比来的 这个技是发生的 清掃完毕 上上期视频 答应粉丝把 辐射T8跟江林浮顺 做一个全防卫的对比 那么咱们今天就已经到底 一辆一辆车的 由内而外的给大家拍一遍 在阿林手指方向的 这两辆车 都是九座商绿版 所以从外观的尺寸上 没什么区别 都是中轴中顶 T8的高度跟宽度 稍稍大了那么一奈奈 两辆车的座椅不及一模一样 采用都是 2加2加2加3 浮顺的中控台 继承了上一代经典全顺的 主流文化方方正正 10寸导航 加机械仪表 多能方向盘 定速巡航 机械手刹 手动调节后视镜 轮胎尺寸是21575R16 标配是铁圈和装饰盘 中门有机械踏板 相比于浮顺 T8增加了很多科技元素 比如说无钥匙记录 电动 隔壁后视镜 仪表和导航采用的大连屏 T8是电子手刹 这里就没有了机械挡杆 所有这个中间过道 就多了一个储物盒 同样不及得坐鱼 但是这里有一点点区别 浮顺的副驾驶 少了一个手扶臂 这个位置 方挡玻璃上面 T8多了一个服务仓 看这里 这是浮顺的玻璃 这是T8的玻璃 T8的玻璃有一个窗中窗 不过这是选配啊 不是标配 九座商力版T8 标配的也是铁轮毂 胎的尺寸是 235 65 26 这一套铝合金轮毂 是阿林自己动手升级的 在驾驶安全方面 福顺配了倒车影像 T8也是标配了倒车影像 两辆车的后备箱呢 都是对开门 左右侧都能达到180度的平开 我就展示一辆车得了 关于后备箱方面啊 浮顺更有优势 浮顺要比T8长了这么大一块 浮顺是完全可以把28寸的箱子进行排列组合 而T8不行 T8的二排三排座椅可以平铺放倒 最后一排不能向前折叠平铺放倒 而浮顺就可以 浮顺二三四排都可以完全平铺放倒 底盘方面前悬挂都是采用的麦浮顺 后悬挂用的是货气机加钢板弹簧 T8用了三片钢板 浮顺两片钢板 转向助力方面 T8用的是电子助力 浮顺是机械压助力 两种助力方式各有千秋 电子助力更轻便更灵活 机械助力后中感更强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 大家比较关心的柴油车的噪音 以至操控性方面 两辆车在造控方面做的都非常优秀 时速100到120之间 副驾驶跟驾驶讲话是不需要大声的 但是摸着良心说啊 T8要更优秀一点 那毕竟T8的价格要比辅税多出十多万的 操控性方面两辆车可圈可点 别看车身这么庞大 驾驶感跟开一辆大型SUV是没什么区别的 因为他底盘够高动力够强 动力方面 T8略逊欲愁 他是2.3T 标配8档财富自动箱 伏顺是2.0T 挑马发动机搭配的是 8档自动东安变速箱 两辆车我都亲自驾驶过 也都进行了三次以上的综合油耗测试 虽然说两辆车油耗相差无几啊 但总要分一个伯仲 浮顺更省油一点 至于这两辆车该怎么选呢 如果预算够 那上T8 如果强调性价比 闭上伏税 以上观点 仅代表阿琳个人啊 不喜误喷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多多讨论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大姑父 又要长途远征了 去帮我妹妹搬家 刚才为什么没给你们拍 全盛的护飞箱跟23排 所以就这个原因 上面拉了很多东西啊 不便拍摄 好了喜欢的别忘了给阿琳点赞评论家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见